新手朋友在窄路开车时 总是判断报车距 马上过年回家了 不会判断车距的朋友要注意了 尤其是在我们农村道路行驶 开车遇到像车车这样的道路 左右车距都非常的窄 如果你不会判断车距 那就非常的危险 不是车轮掉下咱们的马路牙子 就是我们的车身会刮身到障碍物 非常的危险 在这样的车路 大家可以看 左右车距都不足两米 很多人的车 现在买的是又宽又大 像车隔的还好一点 对不对 一米八都不到 在咱们这条两米的道路上行驶 你们看一下 道路不规则 不像别的 宽是一样宽 窄是一样窄 你看我的窄的地方通过的时候 车轮都压到咱们的这个硬了 而且旁边还围满了这个石头 对不对 那么右侧大家可以看 右侧还宽一点 右侧宽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 还大概有个20厘米的位置 但是窄的地方已经非常的窄 如果你不会判断车距 那么就非常的危险 其实新的朋友 要想在车内准确判断 我们左右车轮的位置 其实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懂了 只要学会咱们的这个技巧 再来咱们这样的载路开车 相信我 你也能做到像老司机一样 一把安全的通过 首先先来找出咱们 左侧车轮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 先用我们方向盘9点钟的这个位置 然后平平的开过去 然后对着外面 一定要找一条外面有直线的这个地方来练习 然后用咱们的这个点 咱们可以看 车哥德射 9点钟的位置是这里 然后我用咱们的这个位置 扫着咱们前面的线走 来 扫着走一段距离 然后我们停 此时我们可以看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我们可以看后视镜里面 看我们的这个车轮是否压到旁边的线 然后我们再下车 再次切诊一下咱们这条线 是除以咱们的这个车轮的什么位置 此时我们的这个车轮和咱们这条线的距离 大概就10厘米 这个时候啊 10厘米的话 就是那么我们在通过狭窄路面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哈 如果高的障碍物 我们的这个后视镜就会刮到 停好以后哈 咱们觉得咱们的这个点可以用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安全点位给它画出来 来 咱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记住哈 这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左侧车轮安全点 那我们右侧的点也是一样的哈 右侧我们就用我们的咱们的右侧的线 我建议大家哈 如果你像车哥一样用的是咱们这种广场 我们也可以用从内到外的找 比如哈 也像车哥一样先找到方向盘三点钟的位置 是不是 然后我们开过去 像车哥一样 正常坐姿看出去哈 三点钟的这一个安全点扫着咱们的这个线走来 扫着哈 咱们一直走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扫着了 然后我们停车 然后咱们的哈 是咱们的是这一个点啊 给它画出来 对不对 这个点位哈 我们给它画出来 画好咱们这个点以后啊 第一先看我们的后视镜 看我们的后视镜里面 我们的这个 这条线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下车观察一下 咱们的车外视角 来 咱们可以看一下 此时啊 我们的这个车身和旁边的这个马路牙子 至少还有咱们可以看一下 一圈也就是十厘米左右的位置 那么也是一样的哈 后视镜比较危险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咱们这两个点以后 我们再去窄路开车 是不是就特别的简单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我们的安全点标出来以后 再来我们这样的窄路开车 是不是就特别的简单 如果行手刚开始哈 不会两边都判断 那么我们就记住哈 先用咱们的安全点 比一下 这条道路哈 是和我们的安全点一样宽的 说明我们的车能过 但是有的朋友哈 刚拿咱们的这个本不久 让你左右两边的点都兼顾 都兼顾不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盯一侧安全点 比如左侧 是不是 我们就看左侧的安全点 右侧我们就看右侧的安全点 不论你看哪一点 记住哈 我们只用看一侧 那么我们就稍稍的往前开哈 让咱们用左侧的安全点 安全的扫着咱们的左侧道路的边缘走 这样哈 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蹊 也不会说掉下咱们这种窄路的马路牙子去 我是哥哈 如果这个开车技巧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